今天分享一个枪拌莲菜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下食材 洗净的莲藕一接削净外皮 先切成五厘米长的段 再切成均匀的厚片 再改刀切成条 放入盘中备用 在盘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莲藕浸泡一下 清水的量要慢过莲藕 小知识 莲藕在水中浸泡 依是可以去除莲藕中的淀粉 这样拌出的莲藕不发黏 吃起来比较脆 二是仿制削果皮的莲藕 在空气中氧化变黑 红椒一片 先去纸再切成长条 青椒一段 去纸后也切成长条 和莲菜放在一起用来配色 准备一个小盆 抓住一把花椒 一把橄榄椒备用 接着 我们把浸泡好的莲菜 焯下水 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白醋5克 水开以后 倒入浸泡好的莲菜和青红椒 开中火 焯水一分钟左右 莲藕断生后老出 用凉开水 冲洗降温 控水备用 凉水冲洗 能使莲藕口感更脆 小技巧 焯水时 加入白醋 能使防止莲藕变黑的效果更好 同时还会让莲藕的口感 更加脆爽 把控干水分的莲菜 倒入盆中 加入食盐2克 味精1克 白糖食量 提一下鲜味 白醋5克 突出酸爽的口感 不断垫盆拌匀 接着 准备香料 锅内烧油 油热以后 加入红油5克 红油能使菜品 红润发亮 起锅翻匀 倒入准备好的花椒和干辣椒 翻炒出香辣味 注意油温不要太高 以免辣椒炒糊 把调好的香料倒入莲藕中 颠盆拌匀 化开调料 给莲藕充分入味以后 即可装盘 好了 这道千曼莲菜就做好了